所以我才問術發部說 那你們到底在這過程中 你們能夠協助什麼 針對我的這些所謂打架國家隊 要有成效 不要類似我們基層的 其實術發部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些問題過去有現在有 有了術發部還是一樣有 那到底有術發部跟沒有術發部 有什麼差別 後來我們術發部有一定的執掌 這個部分我們再用術面報告 提供給大家 你們現在執掌就是 那我們的這個 法務部又告訴我們 台美司法互助20年溝通零時差 今年1月的新聞 那所以警方在這個辦案 時候所遇到的問題 到底要尋求誰的協助 是檢察官來幫忙去 透過司馬互助來去申請資料 還是警方要自己去自力救濟呢 到底誰來負責這件事情 各位報告 如果這個證據必須要提到 法院上去使用的話 透過台美司法互助協定 所取得的證據資料 當然它就會有證據能力 如果這證據 並非要終局的提到法院 只是為了爭辦 進一步的中間證據 其實可以透過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的 那請資交換的程序 非常的方便 簡易性的 好 直接性的 由執法機關 跟我們國家執法機關 做一個交換 這樣就可以取得這個證據 問題是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取得這樣的資料 就是這些境外網域的 一夜市廣告 詐騙完全沒有辦法取得資料 他們就是不提供啊 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 事實上我們台高檢署 跟LINE 跟Google 跟這個META 事實上他們有進行很多次的會上 對 但我們現在講的是 國外的網域 像GoDaddy等等 這些一夜市的廣告的 這種 詐騙主要的平台 或Namechip 這些境外網域 這些完全都不提供資料啊 跟委員報告 其實各種平台 他都有一個 自己內控的機制 如果提供 這個檢警偵辦 當然 他事實上 提供提供 提不提供 或有 提供的困難度如何 每一個平台都不一樣 對 那現在就是我們實際上 在偵辦 詐騙 遠景所遇到的問題 那這些一夜市廣告 詐騙 都來自於這些境外網域 那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提供資料 遠景的 就辦不下去了 因為找不到這個金流 找不到幕後的這些人 收錢的人是什麼 洗錢的金流在哪裡 真辦不下去啊 那這個部分 就是現在所遇到的問題嘛 那我就要問說 那術發部到底在幹嘛 在這過程中 請問一下 術發部 你們有協助什麼部分嗎 在主架的過程中 我們基層的遠景 或是我們這個 這個檢察官 在辦案的過程中 遇到問題 術發部到底扮演什麼 角色啊 發委員 那術發部在打架 國家隊裡面 主要是負責 遊戲點數 第三方支付 以及電商的平台 那在1.5部分裡面 我們也提供 像這種境外網域 詐騙的問題呢 你們不處理 今天我們有一個 TMNIC RPD的機制 就假設他被認定是那種 詐騙網頁 然後經過警政單位的通報以後 我們TMNIC是可以把它 停止解析 也就讓國內民眾 看不到這個網頁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 像GoDaddy這種 常見的一頁式 廣告詐騙 主要的網址 我們應該要封鎖 如果他不提供資料 我們應該要封鎖 我當時我問唐鳳部長 他說這個會影響 其他人的權益 所以你源頭不處理 那我事後要去辦案 也無法得到資料 那到底叫國人如何示好 你這打炸國家隊 到底在怎麼打炸 源頭沒有辦法阻絕 那後端的辦案 這個案件這麼多 然後調不到資料 根本無法偵辦下去啊 所以洗錢的這些錢 詐騙的錢 全部都追不回來啊 一年六十幾億 只追回三億 這樣子的成效 怎麼叫做打炸 那問題我們就是要從說 如果發生了事情 那我們今天要把這個錢追回來 如果我能夠追回來 那今天這個詐騙集團 就不會殘絕 現在詐騙集團 你就會覺得 我放在國外的這些網運 你根本就查不到 追不到 你拿我沒辦法 所以我就繼續騙啊 反正一年月就費一百塊 根本不痛不癢 錢撈了就走 那現在該怎麼辦 然後這些配合的銀行 洗錢的冠犯人頭賬戶 還被拿來當作模範 那你叫基層員警如何是好 心裡如何 作何感想 情何以堪啊 報委員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要封鎖一個網站 原則上他是要經過法律判斷 他是有違法 那才有一個法律依據 那但是如果是說他有詐騙網頁 經過檢查機關去通報 或者是警政機關去通報以後 我們TWNIC是可以透過RPD的機制 去把它停止解析 那就是民眾看不到這個網頁 所以剛剛講的啦 你是說整個詐騙從源頭 然後從這個過程中的偵辦 都遇到很多的阻礙 尤其是當這個 設在國外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阻絕 我們司法互助協議 有沒有辦法幫助我們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辦法協助我們 基層員警 跟我們檢方在辦案 那這樣子的打架 如何會有成效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就我們過去所謂台美互助零時差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宣誓 能夠真的是落實 否則的話 其實辦案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問題 那另外我們也講到第三方 支付平台也淪為詐騙洗錢的工具 我們現在發現 警方在辦案的過程中 有人來跟我報警了 說 啊我被詐騙了 然後網站 我是匯到哪一個虛擬帳號 結果警方呢 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阻絕這個金流 他必須要通知銀行 銀行再通知第三方支付公司 第三方支付公司 再去阻絕 這過程中已經讓這個錢 已經被提領出去 洗錢就已經洗完 根本沒有辦法即時的阻斷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平台 當警方第一時間知道說 喔這個虛擬帳號 已經涉及詐騙的時候 能夠立刻通知第三方支付公司來阻絕 這部分是誰要負責 不是透過銀行 銀行在第三方支付公司 這樣已經來不及了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勾擊 或者是立刻去阻絕這個洗錢呢 這個是不是術發部要負責了 第三方支付平台嗎 法委員 那個最近通過第三 那個洗錢防治法 已經有相反規定 如果說 他這個第三方支付 有有提供這個賬戶給 那個詐騙集團的話 那警政署他在 有可以有一個機制可以通知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員警 跟我們調查局相關 還有我們這個檢察官 在處理打架的過程中 所遇到的問題 其實很多都希望源頭 然後希望術發部 你們能夠即時的去阻絕 這些所謂 金流的問題 洗錢問題 第三方支付 還有國外的網域的問題 但你們都沒有處理 所以後端才有這麼多 我們說過勞的問題 因為他們要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呢 就是要希望術發部 能夠介入協助 所以我現在問術發部 你能提供什麼協助 包括說第三方支付公司 這個金流 能不能即時阻絕 有沒有辦法 你如果說你前端能夠處理好 後端就沒有這麼多問題啊 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我們會針對這個 加強他的KYC 要求第三方支付業者 加強KYC來處理 現在不是KYC的問題 現在是第一時間 我警方已經接到民眾來報案 民眾心急如焚 我已經匯了幾百萬 然後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希望這個虛擬帳戶 現在才剛匯去而已 希望能夠立刻阻止 不要這個把錢 立刻匯到人頭帳戶公司 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 二十四小時 或多少 小時內 能夠在警方 接到報案的時候 立刻去停止 金流 這部分第三方支付公司 我如何能夠立刻阻絕 海八尾目前我們這個 等到警方辦案 再到銀行 再到第三方支付公司 錢都洗出去了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啊 我們現在就希望警方 警方只要知道這個虛擬帳號 是哪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第三方支付公司 有義務 去停止撥款 但是問題是 警方不知道 這個帳號是來自 哪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我只需要知道之後 警方馬上通知第三方支付公司 連這樣都辦不到 連警方 連要這個卑微的要求 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刑事局 今天刑事局 今天是警政署是誰來啊 是來說明一下 你們警方在辦案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這些問題啊 還是只有我自己認為有問題 你辦案都沒有問題 暢行無阻 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是不是你們所遇到的問題 沒有錯 是 你可以講一下嗎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些 數位就是可以引力生犯 可以跨境 所以我們的詐欺案 就這麼複雜 就是因為運用電信業者 網路業者 金融業者 來傳達信息 以及詐騙 以及洗錢 所以 他就變成負責 那所以 就剛才委員所提到 也是廣告 他的主義在境外 我們現在只能給他遮蔽而已 我們要掉資料沒辦法掉啊 所以這個是 我們後續啊 就是比較 所以我剛剛講的嘛 第一個我們沒有辦法掉金流 第二個網路扣押 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如果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後面的案件堆積如山 因為他只要換一個網址 就沒事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金流有沒有辦法及時主決 而這些都跟 術發部業務相關啊 所以我才問術發部說 那你們到底在這過程中 你們能夠協助什麼 你們做什麼 術發部好像沒有辦法直接回答啦 好不好 那你要不要想清楚 可以馬上回答就回答 所以針對我的這些 所謂打架國家隊要有成效 不要類似我們基層的 其實術發部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目前術發部沒有發揮 你們關鍵的這個角色的功能 所以導致後面還是繼續處理 這些問題過去有現在有 有了術發部還是一樣有 那到底有術發部跟沒有術發部 有什麼差別 我們術發部有一定的執掌 這個部分我們在用書面報告 提供給 對你們現在執掌就是踢皮球 踢給別人去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問啊 我們基層的員警 就是我剛剛所講 辦案遇到這些問題 如果你沒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 員警繼續累死 有心無力怎麼辦案 好不好 謝謝主席 我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 在我們今天答詢這個之後 能夠一個月內提供給我們 就是針對我們剛剛所說的問題 你們如何解決 才能夠有成效的處理這個打架的問題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好 可以喔 可以嗎 術發部 可以